中国的半导体呢 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 洪文革连他们的这个金元双雄 他们都逃不过 包括中芯国际第二季的获利呢 大跌快六成 华宏更惨 第二季的获利比去年同期暴跌了九成以上 对 我们台湾金元代工厂 公布的财报都不错 对 但是对岸这个两家都不行 那中芯我想是龙头厂 对 他第二季跌六成 那其实你仔细看 他的营收其实是有增加 营收增加 所以你看做越多 其实赔越多 对 营收增加 但是获利是衰退的 对 获利是衰退 那华宏呢 华宏是这个更惨 他获利是跌九十二趟 那当然他营收呢 其实也是减的 减二十四趴 所以你看这两家 你这样给他看 那他们说他们第三季会有所成长 真的有办法吗 这个我们就到时候看 那另外你说这个 我们讲说大陆这两家不好 那Intel刚刚我们其实讲了一点 那其实他二零二七年 才会损益平衡 所以他也一样是不好 那我们来讲 就是说那中芯跟华宏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美国打中国之后 制裁中国之后 我们说一个地球两个世界 就是中国做中国的 美国做美国阵营就做美国的 那美国当然阵营很大 美日韩台 再加荷兰 Chifal再加一 我们常常这样讲 所以这个整个台湾 你看台积电的营收 六成多是来自美国客户 所以我再回来看一下中芯 中芯第二季的财报 你去看中国客户占他八成 然后美国客户占他16% 所以你的你就很清楚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金元代工厂 只能做中国自己的客户 就做自己人的生意而已 不能做外面的生意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对比 那因为中国的客户 当然还是比较少数 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说大陆现在其实都是在杀价 杀价竞争 因为你看不只是电动车 半导体也一样都在杀价 那为什么要杀价 因为你这个 就是大家在竞争 那竞争就是说 你要拼命的生产 然后想办法把营收做起来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 半导体的这种 这种折旧 很高 因为设备投资很高 那你工厂 你如果不开工 你一样要有折旧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 让他能够产能把它填满 那尤其是 但你刚刚有提到 营收看起来是成长的 但是他等于是做越多就赔越多 灰水更严重 对所以的确是多做多赔 但是多做多赔 这件事情在大陆 其实也是 他们也是觉得说 就应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大陆整个就是说 是国营的 这个国家在经营这个半导体 那我们刚刚讲中芯 中芯其实你看 我们之前讲 就是说华为 华为的晶片 5奈米的晶片 其实是中芯帮他生产的 那要想办法要帮他生产 可是我们说那个成本很高 所以他其实是一定赔钱的 所以就说政府一定要让他做 然后而且还有 你这个国家在支持这个企业 他如果不让他做事 那很多人会失业 所以社会主义的想法是 你一定要让他继续做 就像以前太阳能LED都一样 赔钱也就是一直充一直做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会变成说 就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竞争 然后又一直赔钱 那赔钱他们我想国家也在补贴 所以这个赔越多就做 做越多就赔越多 然后刚刚讲的 美国又打中国 如果持续 他也只能做中国的市场 刚刚我讲 有16%的美国客户 还敢下单给中芯 我觉得这些人也蛮勇敢的 他只能做 这个大陆的客户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应该我觉得这个大陆的这两家公司 或整个半导体产业 其实压力就是越来越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中国现在还爆出不效业者 去盗卖遗体 把遗体毁失做成是 骨科遗址的材料 稍后来了解